对不起啊 我刚刚 没事 年轻人嘛 情不自禁可以理解 我刚刚用心意 我 我去准备一下 天哪 我脸眉红吧 什么小皮儿 直接就清上来了 没脱妆吧 没被看出来吧 我刚刚是因为 我准备好了 我跟你聊一聊我们的婚姻问题 你是被我追着才答应跟我结的婚 所以为了保障你在我们婚姻中的合法权益 我起草了这份协议 我们一条条对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 明天我们就购法务 一条条对 首先第一条 甲方金荣荣与乙方顾从北 自愿登记结婚 自愿签署 该协议 这条没什么问题吧 那我们第二条 第二条是针对像我们刚才那种情况优先列出来的 既然已经结为夫妻 那牵手拥抱亲吻诸如此类亲密行为必不可免 如果你不排斥的话 我都接受 至于下一步更深入的行为 我们可以确定一下次数 确定次数 嗯 那就先订一星期 这个数 那 就 这个数 还不够啊 那就一星期 这个数 沈小姐 我不是那个意思 还不是这个意思 不能再多了不能再多了 小年轻就什么意思 那我们下一条 是关于我们婚姻中的财产问题 若甲乙双方离婚 甲方同意无条件赔偿乙方人密币五千万元 你不用再说了 你真是想欠这份协议 我都可以 谢谢你的生日蛋糕 你怎么办 沈毅你陪我过手 这哪一条有问题啊 价钱可以在商量 次 次数也可以在意的 我让你给我找一些 现在的小男孩喜欢的东西 你给我找些什么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猜不准现在的小男孩喜欢什么 对了 我手机里存了一些照片 你看一下 拿来 不太方便 一个月 什么一个月 两个月 你不要扣工资吧 三个月 男人也是有隐私的 四个月 有些东西你看了会影响妇女感情的 五个月 金董违逼利诱我 说让我拍一些 你跟小顾同学的甜蜜茶 三个月 你慢点 摔着了 抬起 老金董 你在我身边安插个奸细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奸细 我不是奸 来 坐下 陪我下班旗 我没空 没说你 就别 起来 这婚我也结了 该您履行协议了吧 没问题啊 扩展协议 该开始准备了吧 什么扩展协议 这东西什么时候有的 协议里的扩展协议啊 你没确认就签字了吗 这不应该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明年 给我们金家生个大胖小子 他完成任务 我履行协议 你拿钱走人 你把我老公当什么人 你让生就生 生得跟你姓啊 跟你姓也一样 反正是金家的孙子 外孙 荣荣 你要想清楚啊 这西晨后结婚 要是比你先有孩子的话 那金家的家产 你放心 我一定生得比他早 等着 我们先走了 协议期间 家亿双方必须全力配合 对方婚姻里的需求 包括丹布鲜鱼一起生 活 这个活字要是能改成 孩子 多好 他都主动亲我了 我怎么就不知道 承山追击一下 你怎么来了 金小姐 有件事 我想跟你聊一下 什么事啊 我想让我们的夫妻关系 更进一步 我想让我们的夫妻关系 更进一步 反吗 更进一步 在你眼里 难道我只是一个 没你止步于登记结婚的小朋友 倒也可以 重新起步 走路头门 不如 真是保暖 似淫欲 布总白 你可别忘了 我们直接的约定 你把我要的准备好 你要的 我也会给你